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齐国 周代的诸侯国 是中国历史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 被周天子封为侯爵 分为江齐和田齐两个时代 江域位于今天山东省的大部分 史丰君是周五王的国师、军师、太公帽 被左邱明的左传、国语和司马迁的史记 共同评价为春秋四大国之一 邹记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 在齐威王上任之初 政府对于贤能之人非常急需 所以,邹记便充分把握了有利的机会 向齐威王毛遂自荐 他利用古琴演奏来比喻君臣之间的关系 从而得到了齐王的认可 做了齐国的相国 随后辅佐齐宣王 然而,作为法家学术的推崇者 邹记从政以来主张修订法律 同时,极力建议齐王改革救治 并以文字形式诏告天下 让想要触犯法律的人有所收敛 更让贪官污吏们得到严厉惩罚 邹记执法严明 赏罚分明 通过较大的奖赏力度 帮助齐国留住治国有用的人才 同时,也为帝王排忧劫难 此外 他还建议统治者 希望能多多出台立民政策 关心民生问题 他时常以自身的亲身经历做势力 告诫齐王 其中较为出名的当属徐宫 有一日,城北处来了一位徐宫 此人是一表人才相貌堂堂 其美貌跟邹记是不相上下 甚至还略高一筹 邹记得知此事,非常高兴 便问自己的妻子 徐宫好不好看 结果,他的妻子说 徐宫根本比不上自己的相公 还说你们二人是天壤之别 相公胜过他很多 后来,邹记又去问自己的小妾 结果,小妾说 徐宫要想跟其相比 根本就是自不量力 徐宫是路边的小安蠢 自己的相公才是高贵的先贺 由此,这邹记看出来 自己的妻子和小妾都怀有私心 很难给出真正客观的评价 于是,他将自己总结出来的道理 告诉了齐王 也就是说 君王在治理天下的时候 很容易被身边亲近的人蒙蔽 所以,英明的君主要学会 多听取别人的意见 虚心接受不同的声音 要鼓励人们多多觐见 此外,他还告诉齐王 不要只听赞美之言 要多了解别人对你的批评 因为乐于批评你的人 才是最关心你的人 可以说 正是邹记的劝戒 才让齐国的风气得到了改变 在他的辅佐之下 齐国的国力日增 最终走向了富强之路 人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 既然邹记在齐国有如此成就 那么,他的性格又是怎样的呢 邹记为齐为王献祭献策 精心辅佐 为齐国的富强之路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位心怀国事的政治家 他每天临睡前 都在思考 如何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 如何让人民过上更加富幸福的生活 让老百姓的衣食住用更有保障 此外 他还不断的思考 如何能够让君王更加相信自己 在百姓中树立更好的官员形象 总之 他不仅是心系国家 是百姓的好官 还是一个敢于觐见不怕掉脑袋的臣子 其实,在很多时候 官员们向君王觐见 可以说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搞不好就要杀脑袋 正所谓伴君如伴虎 所以,很多大臣为了明哲保身 都不愿意过多觐见 但是,邹记却管不了那么多 因为他心中怀有报国的志向 所以,他坚持从生活琐事中总结经验教训 并以此作为内容 巧用方法向齐威王觐见 因为邹记也善于举贤纳士 拥有一双能够发现人才的慧眼 在他的选拔和培养之下 一大批颇有才华的文官 和英勇无比的武将都在齐国得到了重用 让齐威王在管理上更加得心应手 当然,邹记还有一个显为人知的特点 就是心狠手辣 这主要表现在当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便展现出了自己凶恶的一面 当他看到田记、手握兵权、率货战功 越来越受到齐王重用 且在声望和地位越来越高之后 他便想方设法地陷害田记 最后还使出了栽赃陷害的小人手段 他暗中陷害田记 要密谋造反 齐王为了自己的王位 自然不会放过田记 就这样,在邹记和齐王的联合破坏下 田记不得不逃出齐国 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 让我们看到了有着另外一面的邹记 那么,邹记是怎么死的呢? 关于他的死,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 不过,有野史记载 邹记在齐国最后是依靠装疯卖傻度过的 之所以一代名相 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 还跟当初他陷害邹记有关 因为田记被陷害之后逃到了楚国 其兵权被齐王收归国有 而这个时候,齐国上下 唯一能够对齐王统治构成威胁的 只有邹记这个相国了 说到这儿 想到很典型的事件 就是诸葛亮的空城记 当年司马懿来到城下见状 他很知道城里到底有没有人 他是故意的撤军 目的就是不想杀死诸葛亮 因为他心里边清楚的知道 如果今天把诸葛亮杀死了 他回去以后也没有用处了 没人能与他抗衡了 所以,他得留着诸葛亮 他得活着 因此王权和项权之间的抗衡 直接成为了齐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邹记只能用装疯卖傻来伪装自己 以逃过齐王对他的防范之心 不然的话,他的结局可能就不是疯癫这么简单 应该早已人头落地 正所谓宰相度里能承传 但扬明天下的邹记却在人生的后半段 因为自己的嫉妒之心 对田记采取了一系列阴谋诡计 留下了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 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 而田记在齐威王死后 齐宣王继位后 方才回到齐国 官复原职 我是杨堂主 关注我 期期都精彩